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胜过人生考验的智慧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面试官 在面试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会如何像一个盲人描述绿色 当时第一位面试人回答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我应聘的工作 没有太大关系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答案 但这并不能影响你们对我能力的评估 面试官听完后便认为 这个人太过骄傲自大 接着第二位面试的人则说 我可以举几个生活中绿色的故事 譬如草地、树叶、青菜等等 让他想象一下 面试官心想 对方既然失明 他又要如何想象呢 最后轮到一位女大毕业生回答 他说 如果对方是后天失明 那么我就会用生活中具体的事物 来描述绿色 但如果对方是先天失明 我便会提出几个颜色和几个关键词 让对方进行想象 譬如呢 绿色代表活力和生机 就像春天时草地清新的味道等等 这位女大生有条有理的答复 赢得了面试官的认同啊 面试结束后 面试官则对着所有面试人说 有很多面试的问题 虽然看起来和工作没有相关 但却是考验了面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道考题 也不要随便放弃 因为人生将有无数的考验等着你 需要你多花一点时间思考 以及多花一点时间有智慧的解决问题 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那位女大生 面对考试官的考验时 很有智慧地将盲人一分为二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判断事物的准则 他就无法做出合适的答复 同样的 在我们人生也有充满了无数的考验 而能够胜过这些考验的关键 就在于我们判断事物的准则 在圣经上有许多教导 为世界立了一个标准或准则 教导我们什么才是对的 又应该如何为人处事 譬如 当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圣经却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当世界的人理所当然的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 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你要爱你的仇敌 在职场上 有老板会要求年轻人打拼 工作第一 家庭歧视 如果没有圣经的标准 我们可能也会效法老板 成功至上的价值观做法 但有了上帝后 圣经清楚地为我们指引出 一条幸福美满和谐的人生道路 使我们能够去过一个 更为幸福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话语带有能力 能使你胜过人生的各样考验 今天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你判断事物的准则 为你指引出一条 幸福美满和谐的人生道路 使你的人生在经历过考验后 加倍地蒙受上帝的祝福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